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9月份的英特尔ON技术创新大会上, 英特尔揭晓了全新Meteor Lake处理器的不少讯息, 它将成为首款酷睿Ultra处理器。 Meteor Lake会采用全新分离式模块架构, 分别是运算模块、SoC模块、绘图模块、IO模块, 并通过英特尔、Volveros 3D封装技术连接。 它依然是高效能混合架构。 全新微架构的效能和Redwood Co. 与能效和Crestmont 均首次采用了Intel 4制程工艺,能效进一步提升。 作为酷睿品牌换新后的首批产品, 酷睿Ultra代表着其旗舰的定位, 首批采用该命名方式的Meteor Lake处理器 在12月中旬正式登场之外。 最近,惠普在加拿大官网上线了新款 14英寸Spectre X360 2和1笔电, 共计包含7种不同的配置, 提供了酷睿Ultra 5125H和酷睿Ultra 7155H 两款处理器可选。 这两款处理器的规格参数,前者为 4P加8E加2LP,共14和18线程,最高锐频可达4.5GZ,18M三级快取。 后者为6P加8E加2LP,共16和22线程,最高锐频为4.8G,24M的三级快取。 两款处理器的TDP均为28瓦,与之前曝光讯息保持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两款处理器中的能效盒中, 有两颗并不在CPU模块,而是存在SoC模块当中, 即LPE盒,频率会非常的低,有着更低的能耗。 按照之前的消息,还会有Ultra 5125H,核心配置盒135H一样, 最高锐频为4.4G,以及Ultra 7165H,核心数量与155H相同, 最大锐频提升到了5.0G,再网上则是Ultra 9185H, 同样是16和22线程,最大锐频提升到了5.1G。 除了参数讯息外,目前Dickbench 6的数据库中也出现了不少相关的跑分数据。 以Ultra 7155H为例,其单核约为2400分左右,多核为12500分左右。 而作为对比,之前测试过的14核6P加8E, 20线程,酷睿I9 13900H单核约为2700分, 有着较为明显的领先,而多核在12900分左右, 两者的成绩差距很小。 而且,这颗酷睿I9 13900H是60瓦加的高功耗版本, 正常45瓦的版本多核是跑不过这颗155H的。 当然,Ultra 7155H的具体功耗还不清楚, 不过这个效能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如果它是用35至45瓦,甚至更低的功耗跑出这样的效能, 那这个能效表现确实很强。 另外,还有少量Ultra 5125H的测试成绩, 单核基本都在2200分左右, 多核的话,高的有近12000分的, 低的只有7、8K,大部分在1万出头, 与之前测试过的45瓦版本酷睿I5 13500H很接近。 而除了CPU效能外, 这次酷睿Ultra的核显同样很有看点, 它会采用XELPG架构, 移入了ARC-A系列独显的一些技术。 其中,Ultra 7155H的核显将会有8个XE内核, 128个运算单元,频率为2250M。 Geekbench上也出现了OpenCL的测试成绩, 其中最高的一个来到了将近34000分, 还有几个在28000分以上。 作为对比,目前锐龙77840HS上的最强核显Rideon 780M的成绩, 基本在3.1至3.5万分,可以说实力相当了。 另外,除了效能外, 这次的酷睿Ultra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点, 那就是AI。 在Meteor Lake中, 英特尔首次集成神经网络处理单元NPU, 并且全系支援, 更进一步提升中端侧AI能效及应用。 CPU、GPU、NPU都可以提供AI算力, 但是针对不同使用场景匹配程度并不相同。 例如,CPU适合处理轻量级AI, GPU适合需要高效能、高吞吐量、AI应用。 NPU则专为AI设计具备高能效、低功耗等优势。 所以,Meteor Lake在加入NPU后, 能够在PC端提供高效的人工智慧加速引擎, 与CPU、GPU结合更灵活地应对不同场景下, BI算力需求。 从目前曝光的成绩来看, 酷睿Ultra处理器的CPU和GPU效能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这代产品的重点还是更高的能效, 就是在保障效能的同时, 利用全新的架构设计和制成工艺降低功耗, 提升能效比, 为笔电赋予充沛的效能和更长的续航时间。 另外一点就是, AI, 尤其是在端侧生成是AI的新趋势下, 相信集成NPU的酷睿Ultra处理器, 能够赋予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加高效和智慧的使用体验。 除此之外, 英特尔在12月中旬新产品, 代号Emerald Rapids的第五代, 可扩展至强, 已有多款型号爆料, 近日更是看到了两款48核心的跑分。 Geekbench数据库里, 出现了智强搏金8558P, 智强搏金8551C, 均为48核心96线程, 但是快取容量识别有误, 三级快取应该有260M, 而不是16M。 加速频率都识别为3.17G, 但肯定也不对。 8558P基准为2.7G, 预计最高能达到4.0G, 对应热设计功耗也高达350W。 8551C基准则是2.9G, 加速和热设计功耗应该低一些。 跑分方面, 单核都在1360分左右, 多核一个突破5万, 一个4.8万多一些。 相比于同样48核心的AMD EPYC 9545, 单核慢了超过14%, 多核分别慢了大约6%, 9%, 都不太够看。 最关键的是, AMD EPYC 9545的热设计功耗只有290W。 面对同样350W, 只有32核心的最新撕裂者7970X, 单核效能被完全碾压, 毕竟撕裂者能加速到5.3G, 多核效能在核心数多了50%的情况下, 只领先了不到11%。 看来, 短期内, 英特尔依靠自家Intel4工艺的元7奈米制程, 超越台积电N5系列制程, 依然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